這趟九天超過三千五百公里的東馬直切 我們從古境出發 經過幾天的騎乘後 來到了婆羅州最北點 在接下來回程的路上 可以說是最讓我期待的零到行程 Are you ready? Ready to rest 接下來休息 剩250公里 接續出發囉 不要噴我 不要噴我 這集 我們在每天大約400公里的里程裡面 加入而位於波羅洲上的幾條林道 有中原 沙灘 以及可能有著High Enduro路線的熱帶雨林 High Enduro路線 有可能 可是阿伯騎出來了 所以應該不會有High Enduro路線 到底穩不穩 你是說你騎穩不穩嗎 對 我覺得OK 他覺得OK 他看得起我了 這香腸杯幾顆星 哇 超過六顆星 超過六顆星 這個是距離長了嘛 距離很長 還有10公里耶 我們剛已經幾顆波羅金 搞到不成人形了 對 現在搞到不成人形了 很深 最期待的事情 終於在最後一天發生了 Yeah 從公路到游中原 再到沙灘 最後是古老的熱帶雨林穿越 公路與土路 焊水以及淤水 交織成了3500公里 這裡是三位被人類增撫的自然天堂 是原始的自然領地 佛羅州 前一天從古達回到飯店的時間 已經接近凌晨12點半 簡單灌洗完之後 連檔案都還沒有整理 就累到直接倒地了 隔天睡醒之後 我們也準備展開回程 有別於其他行程的那一種 到了旅程尾端的不捨 這次東馬婆羅州的回程 從哥達基那巴魯 到古境的路線 反而非常讓我期待 因為我們會離開原本的公路 進入林道 還有各種飛撲莊路面 所以啦 這在隔天起床之後 我反而沒有很累 還很期待接下來4天的旅程 雖然講是講說已早很有精神啦 但是昨天接近450公里的夜期 加上雨戰 還是消耗了我們很多體力 加上有了從古境來到沙巴時 過溫萊海關的經驗 時間真的被拖得蠻久的 原本今天預定直衝回美里的計畫 也就直接順理成章的 往後推遲一天 所以今天的行程就只有不到200公里 主要的目的地 就是前往進入溫萊前的 最後一個城市 是老月 而這一路上的天氣狀況 果然還是沒有讓我們失望 具體一點來形容的話 就是大概騎個半個小時 會遇到一波大雨 加上這一段的AH150 蠻大一部分 也是正在修建中的工程路段 所以速度也被迫放得蠻慢的 不過這一天有一個讓我特別印象深刻 直到現在我都還記憶猶新的點就是 因為雨都是一陣一陣的關係 很多段的山景 都因為被雨水洗滌過了 所以看上去 特別的清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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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AH150 接近150公里 還在整修的路段之後 又再一次過了沙巴 和沙老月的周界 我們也回到了老月 進入老月前 原本的陰雨天也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金光閃閃 即將到來的日落 在老月過了一晚之後 我們隔天也接著出發 經過問來 進入了梅里 而就是從梅里的這一天開始 我們心心念念的飛撲莊路面 才正式展開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 雖然行程來到了後半段 我們反而越騎越興奮 沒有任何的不捨或是沮喪的心情啦 今天的行程 公路的部分超過400公里 但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會在這超過400公里的路程中 加入兩條offroad的路線 而第一站的飛撲莊路面 我們則是來到了一個 位在梅里和失誤之間的海灘 這裡的海呢 我覺得就是很有那種南洋風情喔 有人要下去了 有人要下去了 因為全身的家當都還在車上 所以在到了這個沙灘之後 我們首先先把家當 全部給他卸下來 接著就準備開始亂騎了 裝備卸下 準備下沙灘 而說老實話 有別於在台灣騎過的沙灘 在馬來西亞的這一片沙灘 一眼望去就是超平的 沙子底下也沒有什麼大顆的石頭 也可能是因為吸海水都吸飽了 踩在上面也很結實 感覺 Jill是可以直接給他熱血一下的那種 所以在當下 即使我沒有什麼騎沙的經驗 在我下了沙灘之後 簡單繞了一圈 也沒有想太多 就很做死的 開始把轉速拉起來 接著一路換檔給他換上去 去程的時候 檔位來到3檔大約8000轉 實在是不敢再往4檔上去了 不過因為沒有摔 當下也覺得 以390這車重還有動力 騎在沙灘上真的很有樂趣 加上這路況 也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軟 所以決定在回程的時候 來熱血一波 不過就在觸發不到10秒 正想說油門要給他全開大幹一場的時候 然後就這麼撲開大幹出去了 摔車當下幸好我穿車靴身體沒事 加上沙地真的很軟 讓我躺下去之後 還又有一點捨不得起來 好玩一下 我來幫你 123 OK 還好是在沙裡 對對對 頑皮卡一點 好 OK 把車扶起來 接下來就不敢再操整了 歸在一檔 230慢慢撲 刚刚稍微下去骑了一圈 我觉得在这个沙滩呢 骑车真的是非常享受 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刚刚呢 想说速度给他稍微骑快一点 毕竟有穿车靴 想说挑战一下看看 结果没想到呢 打到三档吧 时速我忘记多少了 非常高速的喷出去 我觉得这整个沙滩 真的非常的棒 它这个颜色呢 就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单纯 沙子里面没有很多石头 那沙滩上呢 也完全都没有垃圾 就是大家在巴厘岛看到的那种沙滩 下次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应该会在接近日落的时候来 因为呢 日落应该是那个方向 因为太阳 太阳从那边升起的 日落会在那个方向 刚刚啊 摔那一下 手机保护贴 这个直接爆开 那个龙头我是随便他 有根关系 所以这时候只要你是控龙头 你就摔死了 你就死完了 因为你过来就会抓回来 我往右起是右转 有时候往右起是左转 我会顺着那个路况 让它自己摆 我刚才就是控制太多车子的动态了 对对对对 车子不要控它 用上半身跟屁股去动它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会倒车了 可是倒车才有画面 可能会这样就会打开 我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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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怎么会给你推动就会抓到好安排的 那是什么 Password 大是哪儿在那边 看著海面反射著天空的倒影 悠哉 愜意 騎起來還是非常舒服的啦 在這沙灘上玩了大概兩個多小時 可能是因為平常我沒有什麼騎殺的經驗 喔這體力真的消耗的超快的 一下就累了 所以重新把家當打包上車之後 我們也準備繼續啟程 沿著回程的路線前往下一條林道 離開沙灘回到公路 其實從公路上就可以看到超級多那種非鋪裝的小路 照Akira和克里斯當時說的原話就是 每一條看了都會流口水啦 而在公路上騎了不到30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我們準備進入的小路 在馬來西亞這種油棕園可以說是非常常見 在我們第一天從古境出發的時候 高速公路上看去 兩邊就是滿滿的油棕園 油棕是在英國的殖民時期被引進到馬來西亞的 現在是馬來西亞最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 整個國土有將近20% 種植的都是這種棕櫚樹 同時馬來西亞的棕油產量 也是世界第二大 而如此龐大的產業鏈 也就讓這每一個油棕園 有了獨自的道路系統 小路串起了整個油棕園 在採收的季節 讓地主可以更便利的運輸油棕 而我們也剛好可以騎進這一望無際的油棕園 探險一下 比較可惜的點是 因為這條路也是我們很臨時 順路在途中找的 所以沒有人來過 而在騎了大概15分鐘 就遇到了鐵門 不讓人進去了 所以在這邊我們只好原路折返 找了一個陰影處 停下來稍微休息一下 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現在什麼地方 那個美里往15 應該說往明杜魯中間的一個林道 然後因為這邊很多人種那個油棕 所以其實他們有為了運送油棕啊 都會做很多這一類的路出來 所以其實這邊的路都是他們的運送路 缺乏一下 沒有一條油棕路線是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還蠻幸運的就是上隊的路門啊 喔路門 有Hard Call的嗎? 有! 那為什麼不帶我們來路門的? 剛剛就是有啊 你看到嗎?那個Endroad路線 那個我完全不想要下去 好啦 反正我第一次來這種地方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們騎長途 就是騎那高速公路啊 都沒有遮陽的地方 那這邊呢 有這個塑影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舒服 然後剛才我們到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還有跟我們說就是 要注意一個生物 叫什麼生物? 四角蛇 四角蛇還是四角獸要說清楚? 蛇 我們叫四角蛇 四角蛇 對 從小就一直這麼叫 這是台語了 四角蛇 對 四角蛇從小就這麼叫 然後 聽起來很像蟑螂 其實是蜥蜴 蜥蜴啊 那因為那蜥蜴咬人也是蠻痛的 所以 有毒嗎? 玩這邊是四角蛇還好 沒有毒是那某克拉什麼龍那就有毒了 對那個柯摩多龍啦 靠那個超大隻的耶 那印尼有啦這裡 喔印尼有喔? 北柏摩應該很少 喔北柏摩中有 所以以後跑印尼可能會遇到 我明年可能會遇到 哈哈哈哈 我很兇嘛 那個要注意耶 呃我剛才的行李呢 又掉了下來 所以我現在呢 準備好好來把我的行李給他綁下去 然後就直接繼續出發 GOGO 騎出油棕園的當下 我覺得很可惜的一點就是 今天來的這油棕園 路程 真的太短了 不過在休息聊天的時候 Akira有跟我們說 接下來幾天 還會有另外一個油棕園 所以雖然覺得可惜 但還是沒有什麼遺憾的感覺啦 而可能是真的在公路上憋太久了 今天原本預計410公里的公路行程 加上繞路去騎沙玩土 最後被我們硬生生騎到了將近500公里 原本我心中是想說應該會很累啦 但是反而 越騎越嗨 而這一天還有一點是讓我特別感動的 早上騎完了沙灘 中午騎完油棕園後 在離開油棕園不到15分鐘 馬上就來了一場暴雨 而這場暴雨就這樣一路從油棕園跟著我們到獅屋 雖然騎到全身都濕了 但是在抵達獅屋前 看著眼前的夕陽和雨水 還是覺得這個畫面真的很美啦 行程的最後一天 今天我們準備要回到古境了 古境就是我們搭飛機落地的那邊 現在我們剛把裝備弄完 在旅程結束前我們還會跑一條林道 然後就直接回到今天下塔的飯店 準備出發啦 來到馬來西亞第八天 今天我們準備一路從濕屋起回古境 而如同昨天一樣 我們同樣也會在路程中加入林道的行程 今天原本預計的旅程是400公里 但是在加入林道之後 應該又會跟昨天一樣接近500公里啦 一行人準備完從飯店出發之後 天氣真的超級好 騎在高速公路上 一樣期待著今天的林道 compting 從濕屋回到古境的這段路 我們決定再往游中原騎去 所以在離開了高速公路之後 我們騎進小路 這時候兩邊的游中 也開始映入眼簾 在小路上騎了將近一個小時 我們也來到了這條林道的入口處 早 其實已經午安了 我們現在人又來到了一條林道的入口 他離城鎮蠻遠的 所以好像東馬的林道都是這樣子 剛才已經跟Akea確認過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這一條就是 沒有名字的林道 東馬林道好像都長這樣 對他們來說這不叫林道 這只是他沒有 鋪裝這個柏油路而已 騎高速公路騎到快睡著了 看到這個呢 精神又好了起來 那我們等一下就準備要進去 到終點是一個半小時 因為我們今天也是大概400多公里的里程 所以我們等一下進去的時候 我們會看狀況還有看天候 不過我看天氣應該是還OK 就只有那塊稍微暗了一點而已 但是應該還好啦 終於要騎林道了 非常的開心 進去林道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 東馬林道 待會五台車一台都不可以消失 因為我們這些林道一進去 是完全連訊號都沒有 包括你那個什麼手機機就那112啊 連那個訊號都沒有 對 所以你一走丟就真的走丟了 你完全出不來了 東馬林道恐怖就恐怖在於 所以 差路多然後路很遠 路很大 然後你看這些森林前後左右都長得一模一樣 沒有方向感的 所以對待會大家一定要緊靠在一起 會有細卡爪嗎 可能會有 甚至我不確定有什麼生物 嘿嘿嘿嘿 因為這邊附近有個很大的那個 把它當R-A 它類似水庫那種 你可以想像成真文水庫 它提供整個古定區的水 所以有水庫區又森林周圍的生態會非常的豐富 所以待會要小心一點 準備出發 在這裡休息準備了一下 因為這條林道從地圖上看距離比較長 所以這家當就沒辦法全部卸下 只能一路載著騎了 而如果你是有重裝騎過林道的朋友 應該就會知道 喔那個重心真的會變得有一點難操控車輛 在出發之後的第一個大坡 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這一點 騎乘的過程中我當下是覺得 哇這後面的東西 感覺都快整袋掉到地上了 所以騎的真的很保守啦 不敢造次 油門也都是順順的補 但就算是順順的騎 在第二個大坡的時候 還是決定停下來稍微加固一下行李 不然真的是太沒安全感了 重新固定行李之後我們接著出發 從畫面上看 不難看出這條飛鋪裝路面 路幅超級寬敞 路況基本上也超好 幾乎都是被車子壓得很實的路面 而一開始的路段就有著大量的上坡 看Action 4拍出來的畫面可能還好 但是當天實際騎乘的時候 幾乎每個上坡都大約是2到4層樓的高度 也幸好路況還不錯啦 不然真的可能會騎不上去 而雖然說我們現在騎的地方是由中原 但實際放眼望去 我覺得某幾個角度看去 長得反而蠻像是礦坑的啦 可能是為了方便採收 所以這由中原理也做出了一圈一圈的道路 這也讓我覺得從入口出發之後 裡面就像是一個大型的迷宮 主線和直線真的會分不清楚 而在騎而不知道多久之後 我們來到了主線的算是三級吧 位於整座游中原的製高點 視野也算蠻好的 而在這邊我們看到了一條大長坡 看起來就很陡 就是那種平時如果是我一個人經過 絕對不會想要停下來下去騎的那種 但是這一趟因為有5個人 人多膽子就大嘛 所以一型人停了下來 壞壞的想法也在腦海中慢慢浮起 Akira教練也開始了他的教學 然後直直直慢慢的 OK好停 對好你待會的真正起點是在這裡下去 那這時候這裡下去你看左右有樹葉路是歪的對不對 這裡感覺是很滑 不要怕眼睛盯著那個轉彎點 我待會站在那個轉彎點 然後我會跟你講 就是你第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好 你從那個轉彎點要切到那個彎道的左邊 就是直線切過去 你不要順著路這樣彎過去 你會彎不回來 好 被他一講感覺好恐怖喔 頂多放倒而已啦 好頂多放倒 還有圓力滾啦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風車風車 風車 看我的手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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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我的手 再過來一點 靠我這邊 靠我的手 好 盯著他 盯著他 慢慢的 真的蠻陡的 對 可是好爽喔 教練教得好 先慢慢滑動到這邊來 眼睛盯著這個角 你會看到我的輪胎痕 我剛才扭到輪胎痕 對 你在這邊慢慢 眼睛盯著 盯著這個角 對 盯著腳 然後盯著整個波 好 真的是很盡責的教練 好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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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很陡坡 看上去很陡坡 但實際上騎乘起來 沒有我想象中那麼恐怖 沒有我想象中那麼恐怖 如同我前面說的 在每個人騎之前 Akira教練都會來一場 激情四射教學 貝拉一講是不是就很緊張了 對不對 Akira最嚴肅就是這個時候了啦 嚇死我了 他怕你受傷 在這邊每個人都衝了一次波之後 最累的反而不是衝破的人 而是Akira教練 很熱血的走上來又走下去 走下去之後又再走上來 就這樣來回了三四趟 怕他再繼續走下去 我們等等搞不好就出不去了 所以在我又騎了三到四趟補個素材之後 才依依不捨 準備離開 我們剛才衝的波畫面上好像沒什麼感覺對不對 但這個波實際上到底多學呢 讓我們來看看 來 答案 怎樣 哈哈哈哈 大概45度了 對已經45度了 所以這次他們剛才衝上來的波 還有青苔喔 對上面還有青苔 而且這裡是碎石喔 所以 魏魯特跟柯宇斯是鼓掌吧 Woo Yeah Akira他現在已經走了快十次了吧 從坡上走到坡底 然後再往上走 這樣來回可能快十次了 這是辛苦他了 騎了超過半個小時 我們回到了林道的入口處 這時候 我們每個人 已經熱到快翻過去了 呃這一條叫做 Appro Undo 然後我現在真的很希望下一場雨 對我下雨 對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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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有啦 看人下雨 真真真是因為腳的關係 所以大家可能沒有看到他 其實有點可惜 他自己也非常的堵爛 對 不然啊照雨來說啊 我們剛到那邊的時候 第一台下去的應該不是我 是真真 對 好那我們先在這邊休息一下 準備出發啦 那邊在下雨 好屌喔 對對對 沒錯沒錯 雨來了雨來了 他一下就來了 一下就來了 雨滋熱來了 到了 好帥喔 我可以輕易看到雨從那邊下過來耶 這就是古境 一召喚他就來 超大地的耶 OK 耶 雨滋潤 舒服舒服 OKOK 雨來了 我才剛說完今天可以下雨嗎 他就下了 舒服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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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也算是很少數 我遇到雨的時候 還是這麼開心的時刻啦 當天的氣溫超過40度 頂著大太陽在那邊衝波 真的搞到差點中暑 幸好有這場即時雨 讓大火突然又變得超有精神 如同前一集我說的 在馬來西亞騎車 完全不用穿雨衣 因為這淋到全濕後的氣溫 真的剛剛好 不冷也不熱 所以在從這條淋到出發回古今的路上 心情一樣很好啦 離開小路 首先我們打算先前往附近的城鎮吃東西 途中順便體驗了一下小城鎮的加油站 真的是蠻復古的 直到我左轉 我都還很懷疑這裡 是不是真的可以加到油 現在我們來到了一個不知名的小城鎮 這裡的加油站真的超酷的 就長這樣 非常的老舊啊 像是二三十年前的 一開始我要打左轉陣的時候 我還很猶豫 我想說 會不會找不到夾好站呢 這時候我想問Akira一個問題就是 二十年前的油槍好用嗎 二十年前的油槍啊 其實還不錯 還蠻穩的 我的手變這樣 哇靠脫皮了 不會了 不會痛 喔唷 不會痛那就還好 這座山啊左邊左半邊在下大雨 右半邊出大太陽 真帥這就是馬來西亞 Welcome to Malaysia 我們騎到了英格莉莉 然後我們在這邊的 吃東西 終於可以吃飯了 肚子很餓 剛一開始在騎offroll的時候 完全沒有感覺 但是一換到公路的時候呢 肚子就開始餓起來 所以現在呢我準備要好好吃 我們中午的午餐 其實現在已經接近四點了 但是我們的午餐呢 我們吃的是三寶飯 我最愛的雞飯 開客 一飯 餓了 開客 狗狗 牠有附蛋 非常開心 在英格莉莉 吃完飯 接下來就剩大約 230公里的公路 現在我們吃完飯了 準備要繼續啟程了 距離古近呢 我們今晚下他的飯店 大概還有 200公里左右 所以呢預計在騎 可能兩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 就差不多到了 準備出發 狗狗 我覺得我們這趟的運氣也真的算蠻好的 都是在出了零到之後 才開始暴雨 剩下這200多公里 我們一路雨戰 最後再騎了大約3小時 回到了古境 抵達了我們第一天來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住宿的飯店 雖然前一天我們又騎了將近500公里 但是這在馬來西亞騎車的最後一天 我們還是決定要以騎車 來做個完美的ending 而最後一天嘛 一定要給他騎爆 所以今天準備前往古境附近的領導 史龍們 來一場真正的 熱帶雨林穿越 從古境機場對面的飯店出發 我們首先先到了油站 把油補滿 補滿油之後 我們騎了大約40分鐘的公路 來到了史龍門 史龍門是馬來西亞華人最早的居住地 算是個古老的小鎮啦 在早期因為開採金礦而聞名 現在我們看到這座湖泊 壁湖 正是早期開採金礦時 挖的大坑 在20世紀初期 停止採礦之後 積水成湖 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壁湖 據Akira教練所說 他以前小時候 就很常到這裡玩水啦 不過今天我們的目的地 並不是這湖 而是熱帶雨林 所以沿著公路 繼續前進 經過壁湖 我們又在騎了大約20分鐘之後 轉進了一條小路 來到了這一條 穿越路線的起點 我們現在到了哪裡 我們到了那個 湖境的史龍門這邊 史龍門 對史龍門 關於史龍門的 有一個故事 我待會晚點我們午餐時 到那個湖會跟你們介紹 對 對有湖有湖 待會有很漂亮的湖 不是 你的重點搞錯了 應該是 有午餐喔 有午餐嗎 我們沒有飯 這個這個領道呢 是史龍門這邊的一個 它叫環狀領道 但其實它並不是環 它是 A點進 B點出 所以這個領道 是不用沿路折返的 它在另外一個出口 因為它的地點 跟我們先前跑的 林道不一樣 因為先前都是那種 人微開發 中雨樹 但 這條領道 你們可以看到 是完全沒有中雨樹 它真的是 熱帶雨林 所以 我們今天這個領道 算是 這一次里 唯一真正跑 熱帶雨林 領道 對 那它沒有很長 它全程預估大概 一小時半左右 但沒有那麼長 我記得是 我記得大概三 三十而已 所以問題來了 為什麼這麼短 但是預估時間會那麼長 HIGH IN DURO 路線 有可能 對 可是阿伯騎出來了 所以應該不會有HIGH IN DURO 路線 基本上這領道是這樣 因為裡面長怎樣 我也沒去過 所以我們就去看看吧 最後一天了 我們終於 真正要進入熱帶雨林了 以往我們在台灣騎的林道 大部分都是需要遠路折返的 這應該是我所騎乘過的林道 少數可以A點進 B點出的林道了 加上這路程和所需時間 被Akira講得好像很恐怖的樣子 所以即使明天就要搭飛機回台灣了 當然還是有一種莫名興奮的感覺啦 在入口處稍微整備一下 我們也正式展開這趟 雨林穿越了 從入口處出發 一開始完全感受不出來 這條林道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只是路幅很窄 但是路況很好的碎石路面 途中也會看到一些 我們熟悉的油棕 而就在騎了大約5分鐘之後 我們也開始意識到 情況 越來越不對勁了 阿 阿 你準備好了嗎? 來吧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如同前幾天的行程 大家看到的一樣 馬來西亞 算是多雨的氣候 所以來到這轉角 看到這接下來一大段 全部都是爛泥路 每個人 都變得更high了 接著 就是直接給他騎下去啦 不要噴我 不要噴我 噴我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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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ligence 很厲害喔 欸!直接變光頭胎了欸! 而這些看上去黃色還會反光的爛泥 如果要我形容的話 大概就是下了暴雨之後的東坪輪山 坡度相比東坪輪山可以說是比較緩一點 但是這又滑又黏的黃土 還是替我們這趟穿越 埋下了不少不確定因素啦 一點一點的舒算你看 對啊!有啊!我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 這裡也是啊! 舒服! 來我們幫他拉一下前踩吧 來我們幫他拉 你輪頭要直直的不要轉彎喔 1、2、3 這第一段長約30公尺的爛泥路 我們大概1分鐘以內就安全通過了 而這才經過第一段 我們的輪胎早就變成了光頭胎 而我們遇到的第二個關卡 則是一段小坡 可以啦!慢慢上去啦! 可是我才要脫外套了 好!那我今天就怎樣! 一台改上我先上去 好! 坡中全是爛泥 騎乘在這種路面上 現在我都會直接選擇走 最右邊的那種草地上啦 盡可能不要讓前後輪 掉進爛泥坑裡 所以這一段我算是上的滿順利的 而上了之後 當然也要馬上拿起手機待機 看看有沒有什麼精彩畫面可以收錄 這次用坡中倒車基本上要重新起步 真的超級累 後輪會開始一直空轉 這時候團隊合作就很重要了 人坐在車上給後輪更多的抓地力 而我們一起在後面推車 會比較好上啦 哇! 太死了! 好快啊 正題幫了 漂亮啊! 啊! OK啦 OK啦 白白玩得最超值 他現在整台車已經一點一點的了 我帶最後一個 我帶雨林迷彩 很帥耶 真的很帥 清塗裝 清塗裝 我好想要做這種彩貼喔 到了這邊 其實我當下就想要收回剛剛在入口處 覺得這條林道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想法 越騎就越感覺情況不對勁 但是到了這邊也不管了 把車搞上來之後 就記得繼續出發了 體力到目前為止都還算OK 因為我們剛到林道的時間還是早上 太陽不是那麼大 加上一開始的路段 都是有樹林的那種地形 有林蔭的遮蔽 所以即使我們在前三公里 就相互扶持了好幾次 但體力的消耗 還不算太多啦 過了剛剛第三個上坡 接下來我也沒有再去計時間了 只知道騎到一半的時候 樹林全部消失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在我們身邊的 只剩下灌木蟲 而從這一段 真正的痛苦 才剛剛要開始 其實說痛苦也不太準確啦 因為騎車這件事 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就算當下的情況在剋難 環境在惡劣 基本上也都不存在什麼痛不痛苦 準確一點來說 應該是因為開始熱了 所以體力的消耗也加速了 這一段都沒有樹蔭的路段 當我們來到這邊的時候 時間也接近中午 太陽就在我們的頭頂上 加上雨林的環境悶熱 漢想要流 但是又有一種流不出來的感覺 這一段灌木蟲 可能本來就沒有什麼人在走 所以陸基也幾乎全部消失了 其到最後 我們可以說是完全按照GPS在走 因為前面都是比我們還要高的雜草 現在回想起來 真的也是超刺激的 這段路會這麼難騎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這泥地裡的含水量實在是太高了 讓我注意到這一點的原因是因為 當我停下車想要幫後面的夥伴抬車的時候 走在這地面上 雖然路面是實的 膠桿踩下去也是硬的 但是聽著聲音就可以知道 像是走在水坑裡 聲音是蠻噁心的啦 這一段又沒有任何樹蔭 又朝悶熱的路段應該超過2公里 跨了不知道多久的時間 我們終於在通過了之後 來到有樹蔭的地方 在這邊我們也決定 要來做一次長時間的休息 我們似乎低估了這條零道 沒錯 所以剛才經過這邊隔了一段時間 我在看導航 恭喜各位 我們仍然是10公里 我覺得我們已經搞了快一個小時了 然後還在10公里 波羅洲原來有這樣的地方 真的很棒 對 我自己都不知道 而且就在古徑旁邊而已 對 這是香腸杯幾顆星 超過6顆星 這也是距離長了 距離很長 距離長 對 還有10公里 我們很安心 幾個波羅勁搞到不成人形了 真的搞到不成人形了 對 後面是未知 對 後面是未知 然後在這裡的土 我覺得它這裡的土就是長這樣 這種很黏的那種土 有一點坡度 你就會開始滑到一個 不過好玩啦 我覺得 跪地了 拜託 接下來輕鬆一點 拜託 拜託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我也不知道是哪裡 反正就是樹林裡面 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出發 GO 最後在不知道騎了多久 拍到相機的電池都沒電了 我們在衝上最後一個坡之後 終於來到了這條林道的出口 慌我笑你了 我要報仇 在沙灘池下我 啊啊啊啊 我想要在這邊飛空拍機 荒荒荒 剛好休息 在這麼炎熱的天氣下 大家已經騎到快虛脫了 而在這邊 其實還有另外一條小支線可以玩 再稍微休息一下之後 拍出Akira上場 而今天一整天的悲劇 也從這邊開始 因為當下時來太熱 所以我飛著空拍機 跟著Akira一起去衝波 但是這衝著衝著 情況也就越來越不對勁 與當天大太陽相反的情況是 地上是沼澤般的泥坑 最後上去是上去了啦 但是鏈條也繞鏈了 教練終於把車抄到繞鏈了 哈哈哈哈 要倒閉耶 一整趟呢 最期待的事情 終於在最後一天發生了 YA 電風扇電風扇 這時候空拍機就很好用 電風扇電風扇 好涼 剛才Akira去衝一個坡 就是想說那邊風景還蠻好的 然後我們想說飛個空拍機 然後結果呢 他騎過去的時候 沒想到發現下面是一大片的沼澤地 那沼澤地 他就在裡面卡了超級久 但是呢 身為越野人的精神呢 卡住呢 不算什麼 一定要上去 所以呢 Akira就在那邊弄 然後弄到最後呢 哇 真的上去了 但是上去的同時呢 呵呵呵 車子也繞鏈了 這種就是臨時的突發狀況 那幸好呢 我們有帶那個工具 可能半個小時就可以修好了 剛剛發生了 然後大家其實也都蠻 蠻冷靜的 見怪不怪 因為在騎乘這個 off-road 領導的過程中呢 時常會發生這一種狀況 那現在我的工作呢 因為他們在修車 我在擔任他們的這個 電風扇的這個角色 最壞的打算啊 就是如果這台車真的修不好 繞淚還沒辦法修好的話 幸好我們離古近呢 其實也蠻近的 Akira他說 他可以聯絡那個 Temoto他們的人 對於這種情況 他們可能也蠻熟悉了啦 所以如果真的不行修不好的話 我們就先把車丟到這邊 然後我們一行人先騎出去 先去找個地方坐下來 喝個東西 然後等Temoto的人過來 所以現在呢 我繼續飛空拍機 好好擔任我這個電風扇的角色 繞鏈之後 我們當下派出紀師長 掰掰 前往修復 而我的空拍機 就這樣在頭頂上充當電風扇 順便記錄一下野外修車的經過 不過鏈條卡在前尺 實在是太難弄出來 所以在搞了超過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還是決定回頭找救兵 幸好這裡離古境還不算遠 大概一個小時的車程 就可以到了 那個Temoto的服務真的非常的貼心 我們那個鍛鏈條 最後修不好 所以我們請Temoto的人來救我們 那因為離古境呢 其實也不遠 然後他們除了來救我們之外呢 他還主動 給了我們一台車 雖然我不知道這是哪一排的 現在準備再回去我們停車的地方 剛才那個祭司說他可以把前尺拔出來 前尺拔得出來的話 那我相信等一下那台車 我們的390 應該就可以在裡面修好了 我們出發了 最後再用了專業的Pulanda 390ADV 終於復活了 而說巧不巧 這時候我們背後的天空 還出現了一道彩虹 就好像連老天爺 也在幫我們慶祝一樣 這一段的熱帶雨林穿越 算是大成功啦 騎出了最後一段雨林之後 把390直接送上車 而我們騎著另外一條公路 開始回程了 整趟東馬旅程 也在到了飯店之後正式結束 晚餐 我們也準備和TayMotors 來場慶功宴 這一趟我真的很感謝TayMotors 不管是政哥還是祭司 甚至是政哥的朋友 他們除了提供我們車輛之外 也同時給了我們超級多的幫助 像是過境問來的文件 過境所需的車級資料什麼的 都是由他們提供甚至教學的 而他們還會很熱心的跟我們說 沙勞月各個有趣的地方 可以說沒有他們 我們就沒辦法完成這一趟這麼精彩 同時豐富的旅程 超過3500公里的旅程 我們騎到了最後一天傍晚 這次我也感覺自己的心態 有很大的變化 少了以往那種旅程要結束前的不甘 不知道為什麼 總覺得馬來西亞這地方 我短期之內一定還會再過去騎車 這次完成東馬貫穿 下一次則是希望可以進入印尼 還一整圈婆羅洲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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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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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